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要用到的花材 这个是玉簪叶 这个是一个长的仓谱叶 然后这个是大家都认识的艾草 然后这个是我们也要用到的一个米针 这个是一个脸捧 大家应该都认识 还有一个我们要增加一些趣味性的风车果 它会非常的可爱 看到以上材料 你应该已经猜到 它们就是端午节前热销的艾草门卦 所需要的花材 经过花艺式的细心装扮后 原本普普通通的艾草 摇身一变成为时尚单品 备受年轻人喜爱 近日记者来到一家 在某社交平台走红的花店 该店主理人孟莹还给记者分享了 热门艾草门卦的制作方法 用玉簪叶来打底 然后加入这个长长的仓谱叶 然后再有一个高低的逻辑顺序 去给它加入我们的艾叶 加的时候注意它的层次 下面可以稍微长一点 但是往上的时候会越来越短 好做出来大概是大小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们开始加入其他的元素 加入米蒸 然后加入一个小的莲碰 我们还可以加入一点小的风车果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会比较喜欢 这种趣味性的花彩 然后加的时候可以也注意一下 它的高低层次感 OK 做下来就是这样子的 孟莹向记者表示 尤其是最近三天 艾草门卦的销量达到了上周的十倍左右 除在本地售卖外 还游寄到青岛 资博 北京等地 为迎合不同地区买家喜好 它店里的艾草门卦做了不少创新 像我们的门卦里面和其他地方不同 是加入了我们的莲碰 因为我们是全城嘛 可能加荷花不是特别的合适 花期比较短 我们就结合植物的特性 加了莲碰 然后有一些像游寄到北京一些地区的 我们会加入一些像 我们的围方的风筝 然后也宣扬一下 我们山东的一些小的特产 一些小的一些小物件 该店另一位主理人李荣虎 从事新媒体行业多年 如今转行开花店 善于通过新媒体平台做宣传推广 在他看来 艾草门卦走红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它是年轻人越来越喜欢传统节日了 就是和传统文化结合的一切东西 现在都比较受欢迎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颜值 我们一直讲叫颜值正义嘛 尤其是年轻人的庞大消费学体啊 他们对于颜值的追求越来越高 只要一切长得好看的 能够用来拍照的 又能够和文化结合的 又能够为日常所需的 那肯定是他们的首选 第三个就是健康 艾草门卦 其实本质的作用的话 其实就是健康 健康对于年轻人来说 也是他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第四个 可能有一丢丢吧 就是从众 大家都买 那我也买来看一看 李荣虎还告诉记者 其实艾草门卦 想加入什么东西 都看自己喜欢 没有绝对固定的做法 那么看完视频的你 学会怎么制作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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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